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民进党昨天在审查劳基法草案的委员会中因人数不足而输掉表决,民进党党团宗赵柯建明说,将会重新约束清楚,民进党今天召开党团大会,民进党立委段一康在会议中重申民进党团内归,为配合动员者不得依照相关规定有些选择委员会,有立委赞成也有人反对。 最后柯建明则说,今天开始照党团的内归来执行,立法院为还委员会作出审优官放宽一例一收弹性的劳动基准法修正草案,民进党在立院审查时表决书给在野党,使得劳基法修法能否在明年元旦前通过上路出现变数。 据透露,民进党今天召开党团大会时,民进党立委段一康念党团内归第六条规定,若唯一强制动员办法规定出席院会,委员会及党团会议打两次含两次,这与次一会其不得相关规定选择委员会。 党团助理随后在会议中补充段一康所指的就是委员会积分制,积分高的委员可以优先进入热门委员会,只是这项规定过去并没有认真执行。 随后,立委陈明文、林淑芬等相继发言表达正反意见,党团书记长何欣陈泽拉回正题说,党是大家的,大家可以对于法案有不同意见,但其他程序规范本来就应该要按照内归处理。 总赵科建民最后表示,今天开始照党团的内归来执行。 明 进党团干事长刘赵豪则强调,这绝对不是针对昨天的委员会或个别立委,只是重申落实以前本来就有的党团内归。